如果是你是一个 确定要住很久的人 那当然是你就是考虑你自己 你就不用考虑说 他未来看不看长 可是 你即使你自己不在意 可是如果你的下一代 譬如说你要继承到你的小孩 他可能会在意啊 对 所以说 嘎屁事 没有嘛 就是还是会希望说 欢迎收听 夫妻纯聊天之中立好等房 我是关豪 我是丽萍 哇 今天有个重磅消息 一定要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从今天这一集开始呢 不是我剪的 还有一个另外一个重磅消息 什么 就是 在录这一集之前 我终于成交第一户了 哦 恭喜发财 所以我不已经是 有冒的处女炮了 哇塞 你们有这个说法哦 有啊有啊 处女炮了耶 感觉有点情色 对啊 但是这个 关于冒炮的故事 也之后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 我真的可以讲我真实的心情吗 不要好了 我们还是要留一个就是 神秘感 因为我们要保护我们的客户 通常我们就是卖房子 我们只要保护那个 买房 在帽 在帽 保护他们的隐私 我跟你讲 在帽炮这件事情上面 我是真心真意的为你高兴啦 嗯 嗯 好 就这样 OK 好 大家应该很好奇 到底什么事情会 对 连这种事情都不能明讲哦 嗯嗯 知道有机会 哪有这机会 你不是说不行吗 嗯 可能过二十年吧 OK 好 那二十年之后 我希望Podcast还在 嗯 好哦 那我们现在开始就要进行我们的 看房 买房 相关就是比较是实物面的 哦 所以我们今天真的是要讲一些 真正的干货咯 对 哦 对 可是嗯 就是这个东西其实没有一个标准答案 因为其实 呃 每个人的心中的完美的房子 是不一样的 对 对 那我先想问你哦 嗯 就是你 第一个考量是什么 如果你要买一个房子 你说我要买一个自己的房子吗 对啊 对啊 那我是一个人住吗 我很关切这个问题 哦 那你 通常我在 面对客人的时候 呃 几个人住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嘿 对 那如果是一个人住的话 那当然就不用太大嘛 哦 这个就是关系到大小的问题 是 对 那 但是 其实我在介绍的时候 我会 会比较 第一个问题 我比较会先问的是 你要挑选在哪里 嗯嗯 对 因为我觉得地点是最重要 哦 所以就是 不会是问说 你到底有几个成员要住 而是说 你要选择在什么地方购买 这样子吗 我第一个先问区域啊 嗯嗯 因为这个区域 它可能比较多什么样的产品 会比较清楚 哦 对 譬如说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是海华商圈嘛 对 那它就是以大楼 就是电梯大楼为主 对 都是社区为主 对 就比较少透天 哦 对 那透天的话是要在我们就是北方 那个东北方有一个叫中浮商圈 嗯 对 就会比较多透天 哦 对 嗯嗯嗯嗯嗯 就是通常是比较老旧的地方 就是比较 呃旧的市政 会比较多透天 这样听起来不就是 应该是要先从自己想要住什么样的房子开始 然后再去选区域吗 对啊对 但是呃也是有可能就是在你那个区域 它还是有大楼 哦 也是有滑下这样子 但就是多少的问题这样子 对对对 那我当然是希望 其实我并不会特别在乎就是交通的便捷与否 因为如果自己有开车 然后有停车位的话 嗯 那就是只要车子开能够到 我就觉得还好 那如果说真的有到外县市出差的需求的话 可能就是离交流到近一点可能会比较好吧 嗯嗯嗯嗯 对那我通常都会先问客人是要自住吗 还是要投资 所以你现在是要问我对不对 对因为你知道就是投资跟自住 如果是你要一直住下去 就是没有要考虑要脱手 嗯嗯 这样子的可能的话 那就像你说的就是可以是各个地方都可以 对 可是如果你要脱手的话 就是你就要考虑到它的地段 好不好脱手嘛 对就是它的增值空间 嗯嗯嗯嗯嗯 那当然是有一天如果能够再换房的话是更好不过 对对 所以呢就是 嗯 我觉得还是以 呃市区的边缘为主吧 如果是我自己想的话 比方说像是中立商圈 我们现在住的是海华商圈这部分嘛 我觉得这边真的是非常的方便 我跟你讲这个 我们现在住的地方其实是 整个桃园的淡黄区 就是算是 已经淡黄吗 应该是说最有钱的里 对啊就很像是中立的信义区吧 对对对 就是那种信义大安那种感觉这样子 对啊然后我自己住在这边有十年了 然后我觉得非常的方便 生活技能各方面都很好 因为有收购嘛 对然后又去就是外线市里 交流到也不会很远 然后就是学区啊什么的都非常的方便 对而且最近还有一个那个A21 对对 然后又是在捷运沿线 非常非常的棒 但是就是也因为这样 所以房价非常的高 那如果说是我自己要买的话呢 我可能就会选择比较偏 凭镇那一边的 就是我觉得那边就是 虽然说可能没有像 现在这边的海华商圈这么的方便 但是我觉得只要有车 其实十分钟之内 我都觉得还蛮方便的啦 对然后又可以就是选一个 类似小巷那种地方闹钟取静 那如果说你问我是哪一个方形的话 我自己是比较想要是 有管理员哪一种大楼这样子 好那其实我觉得 你刚刚讲的这些东西 其实我就可以大概抓到说 你喜欢的地段大概是怎么样 就是说那你会很在意吵闹与否吗 你是说就是会不会有车子的声音这样子吗 对啊 现在我们住的这个地方算是很吵吗 其实说真的没有到很安静 对对 因为我们是离比较大条马路比较近 对对对 那但是其实也不是说一定 就是面对马路就一定会很吵 因为其实也要看说那个马路 它是不是主要干道 对对 那有些主要干道就会比较吵 对 但是有时候他们会退缩 就是譬如说 它会在大楼跟马路之间会有一个 就是树印啊 或者是一些种一些绿地 这样子就会减少那个噪音 对那我们家的话是比较面中体 所以不是完全临马路 那也是稍微好一点 对 但就是其实深夜还是就是车身蛮大的 不过可能是因为我习惯了倒还好 但如果真的能够安静一些的话是更好这样子 对那我觉得在买房的时候 其实最重要的要考虑的可能是两个层面 就是你可以想的是两个层面 第一个是你可以改变的跟你不能改变的 譬如说不能改变的就是譬如说是地段 对地段这件事情就是没办法改变嘛 或者是你周遭有没有闲雾设施 什么叫闲雾设施呢 就是会让你觉得不舒服的 譬如说殡葬 对或者是电塔 然后但是我觉得这个也是很见仁见智 譬如说学校的话有些人觉得是好 对啊 是很进学区嘛 可是有些人会觉得很吵 就是那个终身还有小孩子的洗脑事 对对对 然后有些人觉得篮球场是 很近很好 但是有些人觉得很吵 对对对 然后也会有光害这样 对对对 对那或者是医院 有些人觉得进医院很好 可是有些人觉得会偶遗偶遗很多 所以说这个也算是见仁见智 就是不是说你认为是闲雾 他就是闲雾楼 对所以说一个好防重 应该是要主动告知 有这些地方 然后搞不好有些人在意 有些人不在意这样 对对对 原来是这样子 然后有些人也会在意说市场啊 就是有些人觉得市场进很好 可是也会怕脏乱 对啊 老鼠什么的 对啊对啊 然后有些人会很在意说店面 就是楼下的店面是不是有做吃的 对对对 对会有油盐或什么的 对对对 可是如果你在很高楼层就没有差 对对 哦原来是这样子 这个就是比较不能改变的 对 那你就是先去筛选说你比较在意什么 对 然后再来是能改变的 能改变的比较就是说 譬如说你在里面你的格局 哦 就是有一些比较是 格的是那个轻格间的 嗯 那你就可以去改变它 嗯嗯嗯 对那你不喜欢这个格间你可以去改变 可是你不能改变的那种 有梁柱的部分 嗯嗯 对那或者是 呃就是譬如说漏水 其实漏水这个状况 其实是台湾很多 就是因为台湾就是一个很潮湿嘛 又是地震带啊 哦 对啊 所以说我觉得漏水的问题 大家可能都很在意 但是其实大家不要担心 因为其实漏水是真的可以根治 真的吗 所以我们家那一点小小的地方 也是可以的 可以啊可以啊 就是只要花钱就可以 OK 对 那我今天这一集 先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比较是外在条件的 嗯 对 那如果我在挑房子的时候 如果我希望说我不会到时候在 抛售的时候会赔 嗯 那我第一个在意的可能就是 嗯 有没有重大交通的建设 嗯嗯 对那因为像在桃园的话 有一个计划就叫做三星六线 嗯 你有听说吗 没有 对就是三星就是中立车站 哦 为中心 然后第二个是 火车站吗 火车站 对 第二个是桃园火车站 哦哦 对因为你知道他们要 铁路地下化 对对 对所以说未来就不会有 前站后站的差别 嗯嗯嗯嗯 所以这两个地方就是前站后站 其实现在的房价都开始涨 哦 对因为他们其实是有未来性的 对 对因为以前我们就是会有一个印象 就是觉得 哦在火车站周边 嗯 那就会比较 吵杂 对 然后比较 比较老旧的感觉 对对对 很多地方都是这样子 嗯嗯 但是在它变成地下化之后 嗯 它就会改善很多这种 好像发展不均匀的 嗯嗯 区域发展不均衡的问题 对对 所以说其实现在后站 其实也是满行的 那你刚刚说三星 还有一星是什么 哦 就是中立火车 跟桃园火车 那还有一个是航空城 哦 对 就是大园那边 嗯嗯嗯嗯嗯嗯 对因为那边现在 就之前就是一直在征收嘛 嗯嗯嗯嗯 那之后的话就会是发展 因为它是一个国门 嗯嗯所以说它就会有很多的一些 重大的建设在那边 嗯嗯嗯 包括现在第三行下也在建 嗯嗯嗯嗯 对对然后它的交通方面 也是会越来越发达 嗯嗯嗯嗯对 然后呢三星然后下一个是 六线嗯 六线就是很多那些捷运线 嗯嗯 对其实我们桃园就开始要变 像台北这样子 嗯嗯嗯就是变得是很 捷运会很 似通伴达 哇像譬如说 中立就会有一条线 就是接到平证 嗯嗯嗯从平证 然后接到中立再接到中原大学 嗯嗯嗯 就中原那边 然后再来是桃园这样子 嗯嗯嗯嗯嗯嗯 对就是这个是一个很主要的杠档 哇真的很棒耶 如果说就是罗力他读中原大学的话 就可以搭捷运上学 对啊然后还有很多 就是你也可以去 像譬如说以前我们早期会觉得 嗯那个龙潭 可能一定是要骑车或开车 很久 对但之后龙潭 他也是可以做那个捷运去 所以我可以做捷运去小人果了 可以啊可以 赞耶 对对对 那其实这个线路的话 就是他其实是一个很长远的计划 嗯嗯嗯所以说 当然你现在立刻就想要享有 他的房价高涨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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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可是你就可以大概注意说 呃这个沿线 嗯也许他就会是一个保值的项目 所以我可以先布局的意思 那其实像 桃园的话 其实我觉得 是现在台湾 我觉得最好的一个 投资的标的 因为台北已经涨到太夸张 然后新竹也很夸张 可能一瓶70万都是很 很那个正常 然后台北更不用说 就是可能一瓶 就是100多万啊 都是很正常的 那相对来讲 桃园就是 青浦这边比较贵 那顶多是40到50 差不多50几了 对 但是好像青棠园那边 是最高价 好像现在一瓶四到62万 对 因为它那里是公园很漂亮 我就是今天刚好看到那个新闻 就是那个地产秘密客啊 他们就是有要采访一个 就是透过一个朋友的关系 然后去采访一个英国的 一个超级无敌大豪宅 然后他那个一瓶啊 是无法想象的添加 是一瓶600万 台币 台币 不是 不是别的 有钱人真的没有极限啊 对啊对啊对啊 真的太棒了 对啊 像这个是第一个 我觉得是交通 就是你看有没有捷运啊 高铁啊 火车 可是我不是不会很建议 是在捷运的正上方 因为有些人会有那种 捷运共购宅 对 那个真的我觉得不是很好 为什么 因为第一个是吵嘛 然后第二个是 也不适合是在捷运的对面 因为我觉得这样子 第一个是也是吵啊 第二个是 你就会被人家看光光 因为那个 哦因为人流太多了 然后人也很复杂嘛 还有那个 进出 还有那个车在进站的时候 都会看到你的窗户 就是他就会对面是 你家窗户嘛 哎可是捷运不是在地底下吗 嗯我是说如果是他是 高价的话 高价的话 比如说像我们A20 A21 就是亲谱那边是高价的 哦原来是这样子 对啊那就不太适合 就是很 就感觉很像是什么 窗帘要中年都拉上才可以 对啊 对啊 然后再来就是火车站 就是如果你是要常常去 外地工作的话 那这个有 这些车站当然是最 最方便 然后再来就是重化区 对 重化区其实就是 政府希望这个地方可以炒起来 对啊对啊 对对就很自然就是 他就会是一个有未来性的地方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如果说并不是纯自住 就是之后有机会要卖掉的话 一定要先选捷运的沿线 交通的干道的附近 对 还有就是重化区的部分 对 可是你要很确定 他真的有干 因为譬如说 之前巴德 很久以前巴德 就是 那个时候还没有 青浦的高铁站 那时候高铁站 原本说要改到巴德的 对 对 所以巴德那边就长得超凶 可是后来就是改到青浦嘛 然后他就整个瞬间砍半 那我们要怎么知道 他是真的还假的 就是要一直去观察 那个政府的计划 那如果说买了之后 发现政府说 没有我们要换地方咯 那怎么办 那就只能自认倒门 哈 那也太衰了吧 所以还是要有内线交易咯 就是还是要很清楚的知道说 因为像譬如说 我们现在有第一阶段的 那第一阶段就比较确定嘛 那第二阶段就先还比较旺动 什么是第一阶段第二阶段 就是他现在目前还没有动工 那现在连就是 只是在破话这样子 就是你可以去找 我会把那个 像如果是桃园区的话 就会有那个三星六线的一个图 然后他就会跟你说 哪一些线是第一阶段 哪一些线是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就是说还没有动工 所以说他也有可能会改 你的意思是说 已经第一阶段的话就表示 他确定会动工 对 所以说你可以悠闲选择那里 那第二阶段是还在观望 你可以先注意他的动态 对 而且你也不会等那么久 因为譬如说 你要想 如果是你是买到这个沿线好 但是你真的要住进去的时候 你会发现 你会有十年二十年 是交通黑暗期 对 像你看我们那个中立在修的那个道路 那个地下化 你就可以知道说 其实你以为你买到的是一个未来 可是其实 你要忍受之前的不便 那怎么办呢 你就是要先抢进卡位不是吗 那我觉得就是 其实你就是去选一个 其实离这个交通干道 是有一点远 但又不会太远的地方 什么叫做有一点远又不会太远 就是走路可以走 差不多三到五分钟可以到 但是他不会说是一个 你就在他的大马路旁边 因为如果是你在旁边的话 他的动工就会都会影响到你的生活 就手当起冲 对对对 像比如说捷运宅 我也是觉得是建议是 不要是正旁边的捷运 也不要正上方的 对对就是稍微偏一点点 对但是就是不要太远这样子 对 好那第二个就是重化区嘛 对 重化区的话其实就是 你有一个未来性 因为他就是已经被 化地说 确定这个地方未来就是会有很多建设 比如说像那个过岭 就是我们重力比较外围的地方 那他现在是已经比较成熟 所以他现在生活经济都还蛮好的 对那现在比较新的话 就是像我们捷运沿线 就是A21的环北重化区 对其实就是在 那个我们现在海华的北边一点 对那在北边有一个就是A20 新南重化区 对那这些地方现在都是 还在就是做很多很多整地的动作 所以常常你会看到很多就是会围着那个工地这样子 对那你都可以去看他说 呃就是他们的工程期差不多多久啊 然后他们有什么新建案这些 对然后就慢慢就是你就可以往往就是其他地方发展啊 像比如说像那个亲谱已经是越来越成熟了嘛 对那如果是像草榻的话 其实现在也是蛮多好的 不会到很贵 可是其实也是生活经济很方便的一些 一些建案开始出来 有我有看到 像最近不是有一个做代表的一个女生 她是YouTuber 然后她就是被庞氏骗局所骗 然后被卷走了六百万嘛 她就是买在草榻 对啊 然后好像就是房价不会到很贵 就是二十几万出头 那整个买下大概七百多吧 这样子 对啊 对啊对啊 其实我觉得从化区的话 她也是你要也需要忍受说 她会有一阵子其实生活经济还是不太方便 对就是因为她也是刚开始嘛 所以说她可能就没有星巴克 然后但是我觉得可以去跟全联 就是如果是全联在哪里设 那你就可以大概知道说这个地方可能房价会涨 为什么 因为全联的老板是原历建设的老板 对然后她因为是建设公司的老板的话 就会比较嗅觉比较敏论 她就会知道说这个地方她会看涨 那她设在那边代表的是这边是 未来可能会是一个比较繁华的区域 对或者是家乐福 对因为家乐福跟全联世界是一起嘛 对对对 对啊 原来如此 对 好那再来就是很重要的重大建设 就是你可以去搜寻一些地方有很重要的那个建设 像譬如说以亲谱来讲的话 其实就有蛮多很重要的建设 譬如说像那个桃园会展中心 对它是在A19那边 对就是那个也是离那个桃园棒球场很近 对对 可是我是没有很建议住在棒球场旁边啦 那很吵吧 对很吵 动不动就演唱会 对对对 会有五月天演唱会 对啊 交通会打劫 对对对 然后像我觉得我比较喜欢的就是 它的建设是比较是比较 呃公园类的 对对 譬如说像恒山书法公园 对这样子 或者清塘园这种 对就是你未来就会就变得很舒服 那对 可是你要小心就是如果是一个空地很大很大 那你也要去问清楚说 它是不是真正要变成公园 还是变成停车场 没有停车场还好 如果它是变大楼的话 它可能会挡到你的视线 如果你不是高楼层的话 那我要去问谁才能问清楚 就是你要看它围起来这个地 然后它有没有就是那种工程告示牌 就是有没有写说未来的使用 就是我以后会变成一个清塘园 这样吗 没有没有 那如果是土地面积没有到很大的话 你就比较不用担心 因为它就不会盖很高的楼 哦原来讲 对基地面积 那基地面积要多大才可以盖大楼 哦 基地面积的话是要300平 嗯 才可以盖大楼 哦 对 那大家可能对于平比较没有概念 就是它是等于 因为我们其实平这个单位词 是因为我们台湾是在被日本统治的时候 是习惯是跟日本的规定 嗯 对 那日本 因为他们平的话 一平就是等于两个榻榻米的大小 嗯嗯 对 那如果是换算成我们国际单位的话 嗯 一平就是181.8公分 嗯 然后乘于181.8公分 哦 这个正方性的大小 嗯嗯 对 那就等于1.818公尺 乘于1.818公尺 嗯 也就是3.3058平方公尺 哦 对 其实呃 这个其实大家有一个概念就好 所以说300平的话 大概就是991.74平方公尺 嗯嗯嗯 对 那你就大概看到就是这个 你这个家前面的基地面积 它是这样子的大小的话 嗯嗯 就可能会 有可能会盖大楼 哦 了解 对 嗯哼 对 那其实详细还有非常非常多 可以去查的 譬如说你可以去查到 前面这块地 它是土地的使用 它是怎么样的类别 嗯嗯嗯 这个东西我之后再开一个单元再讲 因为这比较细节 OK 对 那就是如果是小雨这一个品树的话 就是也是可以盖吗 对 就不能盖了 可以盖 但是不能盖高楼 哦原来是这样子 对 所以我有看过那种很瘦长那种公寓 就是因为是这样子的关系 对对 或者是透天 嗯 所以说如果你是住比较高楼层的话 嗯 那你就不想要被挡到 对对 那你就可以看到 哎 你前面这个空地是不是够大 哦 那如果是不会很大的话 你就可以不用担心 以后会被挡到的问题 了解 所以就是要看它的这个土地面积大小 如果它没那么大的话 就可以不用担心 它会盖成高楼 会影响到我们家的视线 或是采光 但如果它是足够大 就是300平以上的话 就要小心了 没错 OK 那我们刚才说的就是 交通 重化区跟重大建设 这三个 嗯 就是你可以确定它是 可以看涨的区域这样 嗯 但是有些人就是比较喜欢 老旧一点的地方 嗯 比如说像以中立来讲 嗯 就是在火车站的周围 嗯 或者是像那个远东百货那附近 远东百货在哪里啊 以前的远东百货 我架过来说已经没了 对就中央西路啊 然后像我自己还蛮喜欢就是中央西路 在过去像靠那个中立高中那边 我叫白马庄 哦有听说 对那个地方就是 其实只要有释出物件 应该都蛮快就会玩笑 哦因为是地段很好 哦 其实应该说它没有什么大楼 嗯 然后它就是都是比较是公寓 或者是那个透天宅 嗯 对 可是它就是生活机能 你会觉得比较是闹钟取近的感觉 哦对对对 然后距离夜市也近 哦很近 对 然后距离你说要到那个海滑商圈 其实也是不会很远 哦真的耶 对啊 然后光明公园啊 就是以其实生活机能来讲 其实有些人会比较喜欢是 没有到这么繁华 因为有些人不喜欢这种高楼林立 嗯嗯 会有一些压力 那价格呢那一区 价格的话其实 嗯 因为透天的话也不会到很便宜 嗯 因为透天土地 因为一次就要买一整个 对而且土地很保值 对 对 但是这种比较老旧的区域 其实会有一个可能性就是 如果你幸运的话 你可以捡到都更 哦 的可能 但是 那也真的是要跟神伴不爱所办法 对 都更其实是非常不容易 所以说其实 嗯 我觉得 大家还是不要想那么多 就是你自己觉得住起来舒服 最重要 所以你现在讲的就是自住吗 自住客的话 其实你买在什么地方 你要选什么样的房间 就是还是以自己的喜好为主 而不是说 想着将来要脱手 要考虑很多这样子 我觉得其实都要考虑 就是我觉得有一句话就是 嗯 我看到有一个叫做 傅克恩 有一个 有一个网路作家 他是很会写房地产相关的 嗯 他有一句话就是说 行行吧 大家都是投资客 哦 就是说 其实自住的人 其实也是一种投资客 只是他放的比较长远的眼光 就是说他有一天 有可能需要换房的话 对啊 那也算是一种脱手这样子 对 但是 呃 现在因为政府很在打房嘛 所以说 比较不会有 短线操作的投资客 至少都要放五年以上 哦 对 那这样子 以这样的眼光来看 大家都是以刚性需求的自住为主嘛 是 对 所以说 如果是你是一个 呃 确定要住很久的人 那当然是你就是考虑你自己 对 你就不用考虑说 他未来看不看长 对 可是 当然 呃 你即使你自己不在意 可是如果你的下一代 譬如说你要继承到你的小孩 对 他可能会在意啊 对 对 所以说 嘎屁事 没有嘛 就是还是会希望说 买的东西 买的地段至少不要太差嘛 是啊 不要说超级偏远啊 对对对 对啊 然后那个地方都是鸟不生蛋这样子 对啊 所以说 这些我觉得是 你在考量买房子的时候 你可以 第一个先注意的 就是 我刚才说的交通 对 还有 是不是重化区 对 跟 有没有重大建设 对对对 那有没有重大建设 也包括说 如果你看到有很多的是 企业总部会设在这边 嗯嗯嗯嗯 那也是非常非常好的指标 嗯嗯嗯嗯 比如说像南港 嗯嗯嗯 或者像竹北 嗯嗯嗯嗯嗯 对 然后或者是像高雄的北边 就是现在 有台积电嘛 嗯嗯嗯嗯 对 所以那些地方都现在都是很 很火热的地方 那现在中立有什么好地方呢 以 企业总部的话 目前还没有说很明朗 嗯嗯就是 接下来可能就是会比较 看涨的就是像大员那边 嗯嗯 对就是航空城 嗯嗯嗯嗯 但是说这个不知道多久啦 因为要发展了这么的 国际化的一个航空城 就是政府画很大的大饼 可是 其实还是要去看 嗯 真的有这个需求嘛 嗯嗯 因为很多人就是 我现在看到在大员那边 然后有一些广告 他们写的越来越夸张 他们都会是说 呃 距离新加坡 只有什么 很近的距离 他的意思 只有 只剩下三年之类的 没有他的 他的意思就是说 譬如说从新加坡 飞到大员 然后你就可以直接在那边买 因为譬如说有人喜欢 嗯哼哼 就是 这两边跑嘛 那他就 就近买在大员的话 就感觉很像是在新加坡旁边 对 其实我 但是我觉得建商都讲的 都很夸大 这可是这文案不错耶 对对 就是都是 会卖一个梦想 对对对对 对啊 那我们这一集主要就是讲 比较是 呃 防止外部的一些 你不能控制的因素 嗯 对就是你买了之后 他就会 呃 就吊在那 对对对 就是你比较不能够去决定 譬如说重大建设 有没有办法决定 对 可是下一个单元 我们就要讨论的是 呃 就是你自己可以决定 你要选怎么样的产品 对对 房子的产品 呵呵 对 好啊 那就期待咯 嗯 好 那下一集见咯 拜拜 拜拜